好 現在還有一個大消息說 行政院的第二預備金 要花1.27億元 做什麼呢 把這個退場的中州科大校地 給買下來 為什麼要買呢 因為要來當保二全民防衛的 訓練基地嗎 為什麼要買一個 這個叫做學校的校地呢 來當這樣的一個叫做 防衛訓練場地 大家當然就聯想說 因為要來打巷戰了嗎 校園場地剛好很適合嗎 大家來練習巷戰嗎 好啦 那麼警政署 現在就統計發現 全國縣市警察局的偵察組 編制員額應該是五千五百一十六個人 可是因為財政的問題 預算員額就只編了四千一百八十四個人了 結果目前竟然 連這個預算員額都編不滿 還差了兩百二十七個人而已 所以連警察人都不夠了 結果有錢搞第二路軍 有錢去砸錢買土地 結果沒有錢來補人力嗎 有這個六都刑事偵察隊長不具名的 他也跳出來抱怨 他說補足預算員額 人力還是遠遠不足 因為預算員額才四千多 可是我們需要五千多個人 結果我們還要來調派 其他單位的員警支援 我們搞刑事偵察 刑警不足的黑數應該是更高的 可能是編制的一倍以上 結果政府該擴編的不擴編 結果卻要讓警察來上戰場嗎 這個邏輯真的是通順的嗎 難道以前台灣都沒有反恐跟危安的需求嗎 還是我們現在面對恐怖分子 急迫感突然一下上升了嗎 不然為什麼以前的警校不用開保安科 現在急著要來招生了呢 一旦發生戰事 這些保安科畢業的員警 真的有辦法像這個家長擔心的一樣 你是不是要他們去當兵啊 是不是要扛刺針飛彈啊 難道到時候可以拒絕的嗎 立文怎麼看 今天講了我真的是 我覺得這個題目 因為我們已經講過很多詞了 坦白講可以講得比較深刻一點 我覺得這是反映出美國的一種 很矛盾的心理 今天我們為什麼會有很多荒謬的 或者是讓老百姓都覺得 很難接受的政策 包括兵役的延長 然後為了要延長這一年兵役 還去影響大學四年教育 你也可以改三年 又可以怎麼樣亂來通 然後為了全民皆兵 都有保衛台灣的決心 所以現在本來警察也要來搞軍訓 然後本來動到我們的學生的腦子 動到我們學生頭上 然後被大家反彈之後 就說不敢動學生 現在動到教職員頭上 那這背後其實 這不是民進黨要做的 因為民進黨也知道 做這些事情 他會得罪選票 所以你看選前他都不敢承認 選後就要開始來做 那就兌現對美國的承諾 所以其實很清楚的 大家都知道 背後就是美國的要求 所以我為什麼要說 這是反映出美國的一種 很深層的矛盾的心態 當時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還有馬英九當黨主席的時候 我就有 因為有近深的觀察 我就有很深刻的感觸 就是這樣子 我說為什麼美國矛盾的心態呢 就是說我們是第一島鏈 非常關鍵的位置 台灣 那過去在冷戰時期 漢賊不兩立的那樣的一個年代 不管當時的老蔣跟小蔣 吃了美國多少的虧 都一定跟美國站在一起 堅實的反共陣營 那大家現在去看老蔣 小蔣的日記就知道了 當年也是痛恨美國人 但沒辦法 所以這個美國不擔心 但是現在冷戰結束了以後 中國大陸他的這個經濟 快速的起飛 以前尤其又加上文化大革命 那中國大陸這麼恐怖 老共這麼恐怖 對全台灣人來講 那個反共是完全是滴水不漏的 可是現在不一樣 大陸不一樣 那美國矛盾的心理就是什麼 他非常非常的擔心 台灣人沒有堅持反共到底 打仗的時候 沒有守到最後一滴血就對了 不是第一滴血 是流盡最後一滴血 也要保衛住台灣 為什麼我說 我感受很深刻就是 因為不管是日本人 或者是美國人 他內心都認為說 因為你們都是中國人 說穿了 台灣大概百分 起碼百分之七八十吧 對不對 都是漢人嘛 都是留同一條血的 你們都是中國人 所以美國人是很害怕的 最後真的 你們兩邊的中國人 會因為這樣子打到 順途不讓嗎 打到讓整個台灣 通通都毀滅了 都會堅持到底嗎 美國人是很害怕的 當時日本人 我就有非常親身的體驗 就是非常擔心 兩岸和緩了以後 兩岸交流了以後 國共和解了以後 那未來日本 因為日本很怕 很怕中國的 先天上就很怕中國 他就很擔心 那台灣以後 再也不跟日本 是站在同一條陣線上 所以他們就是一直不斷的 做出這種要求 就不符合國情嘛 然後這個也不合理嘛 其實反映的是什麼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反映的就是背後 美國人很深層的矛盾 雖然台灣這些 一直宣稱跟美國 是同一個民主自由的陣營 我們跟老共是不一樣的 但你們是流的同樣的血 你們是中國人 你們看起來就是黃皮膚 黑頭髮 美國人是非常的擔心的 那回過頭來 我們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態度呢 反恐 從911之後 我當時在馬英九政府裡頭 我有參加過演習 就是以反恐為目標 那時候台灣哪裡 有什麼反恐的問題 但美國就要求全世界 都要跟他一起反恐 就是美國人就覺得 反恐是最重要的事情 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所有相關的演習 都在反恐 這就是代表了 其實是反射美國的需求 但今天真正重要的 是在政治上面 緩和兩岸的局勢 而不會最後打仗 換句話說 事實上台灣的利益 台灣的立場 台灣的思維 跟美國不可能百分之百一致 這就是美國人心中最大的疑慮 美國人認為 非我族類齊心必毅 所以對我們有戒心嗎